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之前有买那个8厘米 9厘米 10厘米想要就是按照眼头到眼尾的幅度去接不同的长度 但说实话自己来接的话这样子真的太麻烦 所以我觉得就买10厘米好了其实也不会特别长 然后毛的话可以你们可以自己去选那种比较细好一点的毛 然后买了各种各样 那除了睫毛以外呢还有就是胶水 然后胶水我这也是在网上买的好像是80块还是90块我也忘记了 反正100块钱以内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温和 它上面就有写说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嫁接的那种胶水 当然买了胶水一定要记得买一个卸睫毛的那个膏 因为膏状的好像比一些水状要更容易卸一点 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敷一下过几分钟它就可以卸掉了 这个呢是卸睫毛液也记得一定要买的 它要清洁一下你睫毛根部或有一些油脂什么的 这样就更好嫁接 胶水也会黏得更牢 还有要买的呢就是这种细细的这个头这样子的棉棒 用来去清洁眼部 然后包括卸睫毛和接睫毛的时候都会用到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镊子 就这种尖头的镊子 这个就是可以自己这样子来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睫毛书 用来就是整理睫毛的弧度 下来就是这个这种贴的这个纸和这个小浴盘 那时候就是把它撕下来之后像这样贴在这个小浴盘上 然后用来滴胶水 这样胶水就更方便去清理它 这个呢就是一个吹睫毛的那个小风扇 它就是让你的胶水更加快的去干 然后如果你没买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买个这个手动的 手动的就是有点 就是风力它是比较有点冲眼睛 但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你选一个买就可以了 然后刚刚那些都是自己自己帮自己截的 那如果你要帮别人截的话 要记得买一个这样的垫片 垫在下睫毛 把下睫毛跟上睫毛隔开这样才好 还有就是这样胶带用来扯开眼皮 因为我买了非常非常多的睫毛 然后我这一盒子里也是买了很多 很多这些工具 其实这么一套买下来 其实也就三五百块钱 我应该买了五百多块钱 但是你在外面接一次 可能也要三百多块钱 那你自己在家里接的话 如果你保持的好一点的话 一般也可以维持个半个月左右 而且你如果掉了一次完 也可以自己再补上 那下面就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怎么自己给自己接睫毛 先用清洁液清洁一下 睫毛根部 然后把脚水滴到这个小圆盘上 睫毛呢就是从根部 这样一粗一粗的给它取下来 就好了 那那个睫毛 接到那个睫毛根部这边 然后要离一点点的距离 取这个胶水的时候不能让它太多 就是然后可以在这个上面 稍微这样拖一下 不要让那个胶水太多 要不然它会在眼皮上结了 结成块 接睫毛的时候呢 就从眼尾一次的往眼头接 因为五根一粗的夹接睫毛 尾部也是平的 就和平时贴剪成一段一段的假睫毛 也差不多 只是可能更细一些 贴在睫毛内侧呢 其实也比贴在睫毛外侧要更容易 轻轻抬起眼皮 用镊子夹好顺着睫毛的方向 贴在距离睫毛根部 里面的我们在这边 就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卸完之后还是会像这样一簇一簇的掉下来的 这样睫毛就又卸干净了 如果你在家里卸的话 卸完之后可以再用这个洗眼药来洗一下眼睛 其实洗眼睛就经常洗洗会比较好 因为眼睛会有一些就是化妆残留啊什么的 就是放松一下眼睛 好啦这样就清洗干净 然后这边是接完的 就很大 这边就比较无神一点 嗯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去把这只眼睛给补上 拜拜 晚安